哈囉,影片中跟大家分享,這個是泰國迷迷批漁場的水牛獸 這種魚就比較長身型,然後可以養比較大型,因為長身嘛 啊這個是小魚啦,大概是13到14公分,有一兩隻可能 應該是34啦,講15可能,量起來可能沒有那麼大 啊這個一隻3000,兩隻2500 有幾隻紅白,然後特別介紹,這一隻是黃金獸 就是它是金黃色的,就不是紅的 比較,稍微小一點那一隻 啊這個都已經檢疫兩週了齁 13到14公分 這個算精品魚啦,它每一條都是精挑的齁 尼密批的漁場我有去 像這樣子的話,一個池子 這種魚,一個池子大概是30隻左右吧 啊那個一個池子 要怎麼說幾章,我也不記得了 十幾章先去十幾章吧 齁,這一隻是金黃色的 啊這樣就是水牛,它的頭流比較 也不太一樣啦齁 你看頭身比,頭小小的身體很大 身體很長,齁,然後兩個木仙 這邊,這兩顆會很發達 紅色的也很漂亮,因為紅色的不用挑顏色 所以其實紅色的魚都蠻精品 你看它還有頂流,就蠻特別的魚 這個可以,這個算小魚啦 像這樣子的魚它們養齁 十四公分 應該只要六個月就可以十四公分了齁 泰國在養魚真的很可怕 因為我有去看過,它 飼料都吃到有重,一天兩重 然後兩禮拜的 鹿椎豬仔跟外貝百豬 然後水24小時在溢流 然後吃的東西超營養的齁 飼料都還會再加料 那我們現在為的是我們快樂水族的那個 就是那個鯨魚的爆頭飼料 你看那隻金黃色的齁,那隻黃金獸 所以這個十四公分的水牛 小水牛 一隻三千,兩隻兩千五 這個成本很高啦 不,一隻三千,兩隻五千啦 靠腰 一隻三千,兩隻五千,第三隻也是兩千五 這個賣兩千五我已經壓得很低了 賣兩隻 兩隻的話一隻等於兩千 已經壓得很低了 然後這個是大獸 這個就是 比較屬於獅頭型的啦 其實應該是混合型 也不是說獅頭型 獅頭型現在比較少見 獅頭型那個就頭很大顆 這個大概這邊這幾隻是比較便宜的 三千八 然後兩隻七千 魚大概有十四到十五公分 然後這裡 是另外一個漁場的泰國藍獸 這個也是小魚 所以頭流還沒有很發達 但它這個就是混合頭型 跟剛剛那個水牛 你看它的身體的 就比較勻秤 那個水牛的話 叫做老鼠背 背 就是走到最後面才凹下來 這個是比較勻秤型的 比較長身勻秤型的 這個紅白的兩千 全紅 紅白的兩千 全紅的一千八 兩隻三千 等於這個兩隻三千 那個一隻 三千 那這個比較大隻的三千八 然後這裡面還有一缸 這個是兩千五的花獸 然後有這一隻 又是不同漁場的魚 長的樣子就會不一樣 這一隻也是太獸 然後這裡是 十... 我剛剛量完又忘記了 應該有 十五十六 十六十七的 如果比較大隻這個 十六十七的 這個一隻是五千八 混合型的 這個就大魚了 十六十七的 歡迎來店裡面看 十六十七很大隻 然後... 藍獸就這裡 然後這邊有一缸啦 有一些 樓上的花獸我都把它下來了 所以有一些小尺寸的 大概十公分的 花獸還蠻漂亮的 像這隻雖然長身型 但是... 小尾 有沒有 長身型的話油脂很好 這個紅獸的話 頭流就很發達 啊這一隻你看 那個... 藍貝的單頂 啊... 這裡有一隻 重末 好... 這個是一隻兩千塊 兩隻三千的這一缸 因為有客人在問我就... 啊這一隻虎斑還蠻漂亮的 齁 有客人在問我 統一拍影片 一起上傳 你們再看一下齁 然後這一隻 黑白花的也不錯 好... 那魚都很健康啊 我們都減一兩三個月才買 沒有... 兩三個禮拜啦 那個魚有的魚 已經放兩三個月了 那個是過完年的時候進的 幾月啊 好像... 欸...還是過年前 過完年吧 好...啊這個是小尺寸的 泰國藍獸 這個一隻六百兩隻一千 齁 這個是大概七到八公分 小小的也都有頭柳了 齁 所以... 我們店的藍獸 目前是這一些齁 啊... 樓上還有一些下樓的話再拍 齁 十二到十三 全紅一千八 兩隻三千 紅白一隻兩千 十五、十六 十五、十六的一隻三千八兩隻七千 啊...咪咪P的小水牛 一隻兩千五兩十五千 齁 你要的話我也可以幫你挑 譬如說... 全紅的幫你挑 齁 紅白的當然你可以選 那紅白也只有兩隻啦 現在唷 魚不好賺喔 這種魚成本超高的 就賺不多 齁 你看這個 頭柳還蠻有型的齁 很漂亮的魚 好... 掰掰